大家好,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福 每日一字这个圆 圆来,圆也的圆字 然后呢,一个笔,横画一个长笔 这个,是这个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决定性的一个笔画 这个拉长,拉短都可以 但是,就决定出这右下角的这个拳 类似这个圆字怎么写 当然,圆字下面是水 好,那我们这是楷书 大概的结构,类似这样 然后呢,赵孟福这也算蛮楷的 只是它的造型上,可以看到 它把这白,往上提,小写的比较宽广一点 两点,特别重 不然会很松 这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处理方式 不是很规矩的 这样写的四平八文 在规矩之中,多一点点小变化 这蛮特定的 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来写一下它的写法 来,这横画 注意,这里有 这滑进来,要留意一下 过来 扁 上面这口写重一点 我们说,这里拉长一点 把这两点写宽宽重重的 类似这样子 好,再来 我们说,这圆子 有的呢,会把这一片拿到上面 变成 变成 这个样子 蛮特别的 类似厚度的厚 也经常变成 它本来是厚度厚 里面每一点把它移上去变有一点 这个当然这样是有问题的 但是可能就美感吧 这样写也比较好看 好 那再来继续就是 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的 还蛮多 蛮常看到的 没有那一点了 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接下来发展都是用这样子 不是那一片 就可能在书写上就变得很流畅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把它增加一个流畅度 增加了流畅度在里面 这是原字 好,继续发展 断点再少一点 来看哦 整个是连起来 这样 连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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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可以看到 流畅度 增加非常的多 好,这都算新书而已 那至于要进入到草书 我们知道 在这里做文章 好 那 怎么 第一个 就是如果 就是如果 只是比较简单的 像这样 这还好 这辨认没问题 因为这里 还可以明显看出 类似一个 日啊 口啊 曰 这种 字形框框 那我们说 可以更简单一点 这还蛮常看到的 这草书看一下 直接刷过来 好,就是不要了这个折痕 好 那我们说 如果这种 碰到这种写法 同时有搭配 就是 这里 可以会有个断点 好,所以这里 我们会一直出现 直接 这里 有个断点过来 好,这还蛮常看到的 好,再留意一下